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怎么样 把头发分出这样子很好看的三七分 每次你们的三七分就是这样子分对吗 就感觉很死吧 就是一条线这样子 首先呢我先复原一下 这个是你平常中分时候的头发 那你可以找一个点 黑眼球往上往上往上 这一个点 然后你把这个点往斜斜这里分过去 就是这一个斜斜 OK 你可以看到吗 我不是这样子直直分去后面 我是往斜45度这样子 然后它这里会有个45度的那个角度 然后你分了之后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这里会有一个头顶最高点 你把这里的头发放一些去后面 然后这里保持不动的这里还是斜斜的 然后它就会非常好看的这个弧度 平常出门的话 我都是用这样子斜斜 就是直接用手这样子画一个斜斜的线过去 然后分过来 我的头发现在是没有喷任何的定型胶 然后也没有用任何的蓬松产品 它就会有这么一个很漂亮的弧度了 所以你们很常可以在我的视频上看到我用这个三七分的方法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三七分 但是它就是很好看 所以我平常录视频我不太会去做很多发景 就是这样子分一下